大家好 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陈坤人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忍者无敌聚宝期的单元 那么我们还有忍者无敌古魔力的单元 讲的是整个大盘的分析 还有个股轮动的节奏 另外不定时推出的大人哥玩股教学单元 大人哥要把他赚钱的配合跟工具 通通交给你 而这些频道都在我们 YT忍者无敌的节目当中 邀请您帮我们订阅按赞 同时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有任何的操作问题 欢迎加入大人哥的LINE8 ID是小老鼠DAR1N888 或者是直接拨打080066 8085的针线电话都可以 来看今天的期货 台积电联发科双箭头 累了 好所以今天的这个期货 感觉上又是一个小区间的行情 收在多少 收在15601点 看起来这个黑手很讲究精准的控盘 不过这也是大人哥你说的 就是现在的压力似乎就是 白点白点白点这样来看 那后续怎么掌握呢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因为其实我今天刚刚有点想说 我今天到底要录一片录两片 因为今天的行情的话 我真的很佩服其他那种 天天可以在当中那边 买最低卖最高的人 因为今天行情它就是一个 上下只有78点的这个区间 那其实你今天要做 我觉得还做起来蛮辛苦的 我老实跟你说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我今天还是录两集了 那因为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些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所谓的当中的观念 或者说你可以怎么样能够提高 你的操作胜率的这样的观念 所以今天节目 我觉得一样 虽然我们的当中 我直接跟你讲白了 今天就是没有讯号 今天就是我们休息一天 但一些操作的一些免费感 还是来教给大家 来就直接给他看这个 或者你直接看我们今天的 剧表期的节目的主题叫做是什么 我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做是 神山发歌 然后卡关休息 那这个关 你看我这边还特别把这个关 然后把这边把它用这样子 这个mark把它做起来 那其实刚刚德宇也讲很棒 因为德宇就讲到 今天的重点中的重点 就是你看今天的指数 这太故意了吧 15601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整数关卡的地方 所以说你看我们最近这几天的节目的话 你都会知道说 反正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是比较像是那种 白点附近的多空交战的时候的话 你就看一下谁 看一下台积电跟联发科的双箭头走势 那昨天很明显的就是台积电联发科带头冲 然后呢指数这样啪的这样上去 然后呢昨天就说送分体啊 既然昨天送分体送过之后的话 今天的给大家看一下好 来 台积电 收平盘 有像要冲的感觉吗 没有啊 对啊 然后联发科 当然还不错啦 尾盘是最后一盘拉上去的 可是你看那个盘中也不像想要冲啊 744跌到736再涨到747 然后呢 晃晃晃晃晃晃晃到尾盘的时候才偷偷拉上去 那这也没有想要冲的感觉啊 所以今天的台子期货的话 Fi 对对对对Fi 然后呢 今天台子期货的话就是在这个530 然后呢608 然后呢就在一个小幅区间的78点 去做一个震荡这样一个格局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的话 你如果可以告诉我说 那个你可以买在最低530 然后呢把它卖在最高608 然后呢那你就可以不用看我们节目了 因为你真的太棒了 那但是呢如果你是看我们节目的话 我还是一样用正确的操作的观念交给你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找到一些 也比较属于就是真正的 期货也好 就当充的一些技巧 关盘的技巧 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就是聚保期的这个好用的工具的里面的话 策略平台好用的工具里面的话 可以找到所谓的精准的买卖点 当然今天的那个风寿一号就是休息一天 所以那个高低78点没得做 但是你如果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如果你做所谓的近期的短波段的话 你会觉得哇 轻松自在轻松得意 然后呢 就是那个就是 新春以来四连胜然后呢 就继续算下去 因为我们就是顺着毛模嘛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的话 我也敢给你 就是直接给你看绩效 因为所有的我们的聚保期的团队们 会员们都是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绩效 当然那个有些人他们想说晚上不想做没关系 那反正你做你可以做到的 反正你就是做你 就是你觉得比较能够能够掌握的那样的行情 那你好好设好你的停地跟停损 你就可以做到这样的绩效 那我们的1月份的绩效 因为天数比较少 然后呢赚9笔跟亏9笔 然后呢就是有累计获利575点 获利金额的话11万 11万不是41万是11万 那另外的话呢 你会看到我们的之前的12月份的绩效的话 也是一样 赚12笔然后亏12笔 但是我们的绩效的话是1200点 1200点 那那个金额的话就是25万块 那这种绩效的话都是我们的团队 都是可以看得到 我说过了看得到做得到 这里每一笔的交易的记录 每一笔的这种讯号的话 都是我们的团队们看得到的这样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我还是一样跟大家做重申再重申 就是如果你要跟着我们来做期货的操作 或者是说你之前不管你是 我这样讲好了 不管你是小白就是从来没有做过期货的人 那或者是说你曾经在期货里面做过 然后但是不是那么样顺畅的人 那你都欢迎用这个所谓的聚保期 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然后加我们的期货才不自由计划 那请你重新回来用50万的本金 然后呢用一口的大胎子 然后呢去做一个就是期货的一口的多空摊的操作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是因为我要先培养你的纪律 我要先培养你可以做到赚大赔小 我要先培养你 我要先让你可以知道说其实期货的操作 不是稳赚不赔 我重申绝对没有稳赚不赔 而是让你做到巨沙城塔的大赚小赔 然后呢让你达到福利翻倍 赚到50万的时候放口袋 赚到钱继续赚继续赚 然后呢到100万变两口 200万变四口 这你刚听我碎碎念也是碎好几次了 那我觉得这个观念的话 就是请你好好可以跟着他做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其实最近有那种就是小白的 就是完全没有做过期货的人 来我们这边做期货财富自由 其实做的还蛮顺畅的 那但是有那种就是很有很有想法的人的话 然后就觉得怎么会初期做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其实是卡卡的 那我只能说 请你秉出你之前的错误的观念 然后呢你就重新回来到一张白纸 重新回来当小白 然后重新跟着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去做操作 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期货没有那么难 期货就是一个很棒很好用的多空双向 都可以做操作的工具 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是从50万开始培养起 所以你不要一下放大部位一下缩小部位 一下要跟一下不跟的 那个我觉得会很辛苦 那你就好好跟着一口单开始做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50万一口单 然后呢从所谓的期货操作开始做起 赚大培小开始做起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 又让我碎念了好一阵子的这个观念 来继续加下去 那如果你有充裕的资金 必须要300万以上 你跟我说100 不好意思我不收 因为一口 现在目前保证金就18万4千块嘛 所以你现在一口单要20万 所以你如果要跟我说我要用100万做5口 因为我就可以放大我的杠杆 放大我的倍数 我只要中一次200点 我就是多少赚多少是多少的 不好意思我不收 因为我要你可以跟着我们用所谓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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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身规划的资金效率 然后呢就一样是做到纪律操作 因为我到时候我可以带你做一口单 然后呢那个小部位小行情的时候 我也可以带你做5口单甚至10口单以上 因为那时候是大行情大部位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到 所谓的量身规划的资金效率 然后呢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 所谓的清代的实战的这样一个操作 因为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进场这一笔的操作 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为什么这笔的操作要 如此的停损跟如此这样的停力 那这样的话请你就把它学回去 学回去之后的话 请你之后就可以自己在 期货市场里面去做一个操作 然后呢你可以 运用我们交给你的方式 然后呢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很自在的 然后呢在台子期货跟个股期货 然后用多空双向的方式 然后呢达成你的财富自由 所以无论你是就是50万的本金也好 或者像是300万以上的本金也好 也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以上分享给大家 期货真的是非常好的商品 它又灵活又可以多空双向操作 然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欢 你自己的这个时间配置呢 当初也可以做波段也可以做 然后呢多空双向来回操作 搭配上我们非常好用的这个策略平台的 出现讯号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来这个加码 或者是这个获利出厂等等 非常的好用 最重要的是它会叮咚叮咚你哦 好所以邀请大家呢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0800-066-808我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Lite 直接私讯大人哥 那么Lite的ID是小老鼠 DAREN888 邀请你一起赚起来咯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教我的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